当方美国的通讯及新闻部长一华人 同在硅谷工作的新加坡人会面 一华人这星期走访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科技中心硅谷 除了鼓励当地科技公司 参与建设我国5G网络生态之外 也同在硅谷工作的新加坡人会面 听取他们的经验 其中在谷歌公司担任 软件工程师的张祖明认为 我国可以让孩子 从小开始培养对科技的兴趣 以培养和发掘更多科技人才 张祖明表示 尽管硅谷的科技发展情况更加成熟 但我国也拥有顶尖科技人才 在硅谷工作的新加坡人 如果回返国门 将能为我国的科技前景做出贡献 至于自己 张祖明说他也有这一打算 不过他希望在硅谷 多积累一些经验之后再回国 不过他希望在硅谷工作的新加坡人